我们这个经文呢 我们就是来看到千禧年国度的这个经文 那整本圣经呢 就只有这个部分非常明确的谈到 魔鬼撒旦的被抓 然后关在一个无底坑当中 然后被捆绑 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一开始 他是这样子说的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来 他手里拿着无底坑的这个钥匙 和一条大锁链 那这个天使呢 他是有能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很轻松的就抓住了那个龙 那骨蛇就是魔鬼 就是撒旦 那基本上第二节呢 就是说完魔鬼撒旦呢 他的四个名字就说出来了 龙是指他的能力 那骨蛇呢 是指向他的欺骗 魔鬼呢 就是指向他是邪灵 他是邪恶的这个使者 那撒旦呢 撒旦的意思是抵挡者的意思 然后把他抛在无底坑里面 关起来 风上印 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 而这个期限是多久呢 这个期限是一千年 一千年当中 魔鬼不能做什么 那换句话说 魔鬼撒旦的所有的势力 一切的邪恶的势力 都不能再迷惑人类 长达一千年之久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 必须暂时释放他 圣经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补充 可以让大家知道 在这个无底坑当中呢 其实我们可以指向第九章 在第九章里面呢 谈到有一个天使 释放了一个从无底坑出来的邪灵 这个邪灵的名字叫做阿巴顿 它是一个当时的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个神明的名字 这个无底坑呢 我们推测有可能是指在地球里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在犹太人的世界观里面 就是地球是扁平的 然后有天一层一层上去的 当时的这个科学不发达 所以对于当时约翰来说 我相信他所指的无底坑是指在地球内部的一个情况 第四节就说到 我又看见一些宝座有人坐在上面 为什么要一些宝座呢 难道不是主耶稣基督他坐在宝座上吗 那我想这个也是提醒我们 在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里已经有提到的 那得胜的神要赐给我们有铁杖管辖权柄 那在提摩太后书二章那里也谈到什么呢 得胜的人我们要与神一同坐王 很多人会说要跟神一同坐王 这个概念很抽象 为什么会很抽象呢 因为我们觉得想象不到啊 我们不是觉得神非常的伟大的吗 神还需要我们跟他一起坐王吗 我们何德何能 可以跟耶稣一起坐王坐上呢 所以也许是我们人类我们很难去理解 但是圣经就是这么记载 就是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我们要与他一同坐王来审判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会与神一同坐王 得到审判的权柄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替耶稣做见证 并且因为神的道而被斩首的人的灵魂 他们没有拜过寿或寿相 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受过寿的记忧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坐王一千年 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有很多被杀死的 殉道的人 他们都同时间也一起复活起来了 所以我相信这段经文呢 是指向我们所有得胜的门徒 我们所有的这些基督徒呢 我们就与主一同复活了 那第五节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等到那一千人完了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那我想这里的死人呢 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解释的话呢 他应该是指向那些犯罪悖逆上帝 那些没有得到救恩的人 他们还没有复活 他们还在阴间受审判 还在一个被折磨的一个地方 他要等到白色大宝座降下来 就是一千年结束以后 这些犯罪悖逆的人 他们才会复活 然后才会被审判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就是我们门徒们 我们所有相信主的 我们第一次的复活 在头一次复活 有分人是有福了 圣洁的第二次的死 没有能力挟制他们 他们还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与他一同坐王一千年 所以这是千禧年唯一的一段 很详细的解释到 我们怎么样跟神同复活 同时非常明确的 谈到一千年的这个概念 就只有这段经文 所以其实这段经文呢 是引起非常多的争议的 因为每个派别的说法都不一样 那这是对千禧年的三种的理解 那其实在千禧年的观念当中呢 主流其实是分成这三种理解 这三种理解当中呢 第一种呢 又分成另外的好几种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主要是分成这三种理解 好的 这千禧年三种理解呢 你可以看到说 第一个理解的方式呢 是叫做前千禧年 第二个是后千禧年 第三个是无千禧年 那为什么分别这三种呢 我是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 首先前千禧年的观念 前千禧年的观念呢 是认为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启示录自然的这个经文来看 前千禧年是认为 耶稣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前回来 所以叫做前千禧年 前千禧年的这个是谈到七年大灾难 发生了以后 基督才会再来 而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 也分成灾前被提 灾中被提 或者灾后被提 但是我这里简单的 我就不做一个区分 就给你大概知道说 总之不管怎么样 就是在千禧年之前呢 耶稣基督就来了 所以耶稣基督一来之后呢 魔鬼小兰就被捆绑起来 所有的邪灵二者也被捆绑起来 然后基督在地上坐往一千年 坐往一千年以后 新天新地才来临 所以它这是一个线性的发展 是从左到右 那当然前千禧年也分成三个 它是灾前被提 灾前被提的理论就是认为 我们会在七年大灾难之前 我们就被上帝提走 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 我们就被神保守了 这是灾前被提 我们都希望自己是灾前被提 我们都盼望是这样 但是我不认为我们是灾前被提的 那第二种是灾中被提 灾中被提的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七年大灾难 最严重的时候 最糟糕的时刻 神就把我们提起来了 而这也是我的观点 我认为我们会在灾中被提 灾中被提也是蛮惨的 就是你要经历过这个大灾难的 中间很痛苦的情况之下 快要不行的时候 神就来了 把我们接走 第三种叫灾后被提 灾后被提更惨 更惨就是整个 包括这个大巴比伦 清宝之后 到那个时候被提 灾后被提 那是更惨 所以不管怎么样 就让你知道说 前千禧年的观念是有分成 灾前 灾中 灾后 这是蛮主流的一个观点 我本身的立场 我是认为我们是前千禧年的灾中被提 好 也让你知道现在什么叫后千禧年 后千禧年的意思就是 福音要传遍地极一千年 然后耶稣基督才来 第三种是无千禧年 无千禧年的派别呢 他们认为现在就是千禧年了 因为他们用象征事的手法来解释 所以基督回到千禧年结束之后呢 进入他信天信地 我们看今天的总结 第一个 那一些在经世上 死守神的真道 为神完全摆上 不管你是前千禧年 你是无千禧年 你是后千禧年 不管你是怎么样 主要重点在于 你为神完全的摆上 你遵行神的真道 你渴慕神 你立命心智 依靠神的人 那些包括牺牲性命的人 为主殉道的人 有福了 你是有福的人 因为神的应许已经成就 他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 执政掌权 我们这些人 是非常的有福了 然后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有清纯盼望 等候荣耀的赏赐降临呢 我鼓励你 让我们继续的 专心的服事神 不要为了一点点 人的反对 闲言闲语 或者是别人 讲你一些东西 你觉得 我受不过气 我就不要服事 或者说 我因为生活的忙碌 为了拼命的赚钱 照顾家庭 很多的东西 我就不要服事神 服事神是什么 就是爱神和爱人 就这么简单 服事神的意思就是 我按照神的心意 我遵循神的真道 我关怀人 我专心的仰望 我佛切的祷告 恳切的仰望神 我敬拜赞美我的主 我传扬神的话语 我读神的道 我学习神的真理 我教导别人神的话语 这就是服事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 神会赏赐那一些 忠心良善的人 Amen 所以你摆上你自己 你服事上帝 上帝是会赏赐你的 你知道吗 不然我们这些人 为什么要服事神 如果神没有赏赐我们 我们就做善事 这样子有什么益处呢 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要完全的回应神 完全的摆在神的面前 好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一起的来祷告